根據經濟部統計 台灣有近150萬家中小企業 然而疫情期間有近8成營收衰退 為了提升中小企業的免疫力 進而拓展商機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經營發展協會 匯聚各領域的專業精英 協助台灣中小企業在內部經營與外部發展 得到成長與提升 我們協會我們每年會舉辦8場的 講座以及4場的交流會 除此之外 我們每年還會有大師講座 我們會找上市櫃公司的董事長 創辦人 或是在業界素有盛名的一些知名的講師 來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 我們年底也會舉辦一場論壇 論壇會是不同的主題 像我們今年的論壇 我們就舉辦數位轉型論壇的年會 除了邀請業界知名講師分享成功經驗 協會更提供免費企業健檢服務 由各領域專家進行判斷提供初步建議 也藉由數位轉型地圖幫助企業了解現況與經營問題 進而創造立即的銷售成果 那這個健檢目前的話涵蓋十個領域 從生產銷售到人才管理然後法務等等 他只要花十分鐘的時間填寫我們的健檢問卷 那我們就可以依據大家填寫的這個結果 然後我們去第一個是判斷他問題的一個嚴重的程度 另外一方面我們每個領域都有專責的顧問 他可以來寫一個健檢報告 那提供給我們的企業界 所以對企業來講是一個很方便 可以了解公司目前經營狀況的一個工具 上週我們協助一個台中的傳統產業 賣桌子 那這個客戶他過去都是做桌子的外銷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的桌子出不去 能夠銷售幾百張桌子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就提供他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透過銷售業跟數位廣告 我們在一個禮拜五天的時間讓他賣出104張桌子 那對中小企業老闆來講 這個才是最實際跟最實在的 那這個就是立即的成果 疫情衝擊 經濟活動減弱 協助企業進行房地產規劃及財務管理的成譽 就觀察到不少企業主有資金問題 而經營勞機顧問公司的瑞甫 公司也因為疫情關係 業績衰退三成 那透過顧問他可能可以協助我們 找到一些比較低成本的資金 不管是從銀行 或者是從其他的一些企業財務顧問的這種角度 來協助我們可以度過這一波疫情的難關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這個疫情缺口 其實相對的在經營上面是相對困難的 因為在協會當中的一個顧問服務的類型相當的多 所以包含在數位轉型的部分 或者是法律的面向 甚至在一個組織管理的部分 可能可以給我們更多的一些專業上的一些知識 或是說一個轉型上的建議 面對疫情衝擊與快速轉變的環境 中小企業唯有求新求變 主動尋求專家協助 積極應變才能將疫情危機化為轉機 記者李錫慧 台北報導